2022 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圆满落幕 本届辽洽会展示了辽宁借智转型 逐律前行的新形象 开启了与新老朋友携手共创 美好未来的新篇章 因地制宜发展一村一品特色产业 我省各地做强农业品牌 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立足化工产业基础优势 强化产学研合作和工艺技术革新 大连高品质电子特器 助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提升门诊保障能力 改进账户计入办法 我省完善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 将常见病多发病门诊费用 纳入统筹基金报销 直通市县越动辽宁 这里是直通市县区 欢迎各位的收看 首先我们共同来关注一组 时政要闻 日前 安山市委召开 优化行政执法效能工作专题会议 研究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重点工作 安山市委书记于公斌主持会议并讲话 于公斌强调 要坚持问题导向 重点围绕深化改革 规范管理 优化机制 积极主动破解难题 健全协调配合 数据共享 考核评价等制度 不断提升执法效能 日前 锦州市委书记靖国魏 就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和无疫区域创建工作 进行检查调研 靖国魏指出 要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优化防控工作20条措施 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 坚决助劳疫情输入的防线 全面铺开 无疫区域创建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日前 本西市市长吴世民 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安排部署近期重点工作 吴世民强调 要持续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 加强部门调度 强化沟通对接 形成工作合力 确保今年食品安全 平易考核工作 提档升级 圆满收官 丹东市日前召开会议 部署疫情防控等工作 市长郝建军强调 要毫不放松 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完成准确全面贯彻优化 防控工作新要求 进一步优化细化防控措施 持续补短板堵漏洞防风险 科学精准 做好防控工作 2022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取得丰硕成果落下帷幕 在本届展会 数字化应用 绿色低碳 智能制造 大放异彩 通过辽洽会 这个我省最高能级的开放平台 辽宁介质转型 逐绿前行的新形象 为外界瞩目 并且日渐清晰 也以此开启了与新老朋友 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展新篇章 在安山展区 福安集团展示了为冶金焦化等行业提供的烟气综合治理整体方案 充分体现了低碳减量化再循环再利用的绿色发展理念 在新疆展区 辽宁本土企业麦格纳展示了风电永磁悬浮轴程 它是风能发电设备的重要部件 即将在新疆投入使用 绿色能源 环保材料等热磁 在辽洽会上受到广泛关注 这是我带过来的设备 那是全自动高效的液体灌装设备 实现自动化的包装 应用于医药 食品 保健品 日化等领域 它的好处就是在这个材料上 是环保材料 技术不断升级 应用走深走实 智慧家医疗也成为展会的一大亮点 来自湖北的磁控胶囊胃镜系统 开创了不插管做胃镜的全新检查模式 患者只需吃下一粒小胶囊 就能全方位精准检查 神府示范区展示了 针对脑粗重患者研发的 VR康复机器人 能够帮助患者改善关节活动 我身旁的这款设备 通过介入了物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 能够帮患者实现主动式训练 比如说现在我戴上 旁边的这款VR眼镜 然后将手臂介入到机器当中 就可以进入到不同的虚拟场景当中 从而实现康复训练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传统行业在不断探索新赛道 煤电能源之城铁领 积极探索产业转型 借助数字化技术 打造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 这一次他们集中展示了 用于高端车型上的汽车零部件 像我们这辆车上的制动器 线束挂挡器等20多个产品 都是我们当地企业生产的 我们这是二级节点大数据中心 现在我们和企业已经实现了互联互通 可以实时地查看产品生产企业的 一些工作现状 还有产品追溯 正在转型的资源枯竭形成市复新 展示了智能化的无人机产品 及全产业链条 在盘景展区 中国轻动科技有限公司 通过智轻 储轻 用轻三个板块 全面展示了轻能 在交通 电力等领域的新探索 智轻我们不是传统的水电解智轻 而是蒸汽 催化 裂解智轻 在用轻上面 包括大巴车的改造 重卡车的改造 包括现在我们做的全球首台火车的改造 这也就是我们这次所带来的一些应用 辽洽会上 有越来越多的创新产品和先进的解决方案 满足了企业在数字化 绿色低碳 高端智能制造转型等方面的需求 也更加契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辽宁正与新老朋友携手 共创美好未来 眼下虽然进入了冬季 但是我省各地设施农业的大棚里春洋然 各地乡村燕地制宜 发展一村一品特色产业 壮大村集体经济 带动当地农民致富增收 根据产业发展需要 朝阳陵园市范丈子村创新跨区域 建立了省外田椒种植基地 合作社田椒种植基地面积已达到6000多亩 覆盖三省区交界处的200多个村民组 同时还建成了年育苗800万株的海原种苗基地 和年输出优质田椒2.8万吨的特色蔬菜批发市场 特色蔬菜产品已远销北京上海等 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 每年提供近10万吨优质蔬菜 已成为辽西最大的特色蔬菜生产基地 东北最大的田椒特色产业生产基地 成为东北田椒产业第一村 在田椒种植的基础上 引进涉事农业樱桃种植技术 目前我们已发展大樱桃45栋2万多棵 我们也将继续扩大动植规模 引进新品种新技术 打造一个蔬菜香水果田的现代化新农村 复兴市海州区寒家电镇民主村 自2021年开始发展草莓产业 当年就建了效益 今年又向上争取村集体发展补助资金100万元 在村上扩建了三栋高标准大棚 今年我们进一步拓展了种植品类和规模 不仅继续栽种红颜草莓 我们还选择了几种有特色的小柿子 进行栽种 以满足市民不同的需求 到今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的草莓和小柿子都会上市 我们预计可以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15万元 在寒家电镇寒家电村 占地5亩 长106米 宽15米的 高标准温室蓝莓大棚建设工程 已经进入到了土壤酸碱度调配阶段 我们现在建了两栋高标准的温室大棚 进行种植蓝莓 现在大棚的进度已经是整体已经进完了 下部我们就是把这个育苗种了 争取明年的五六月份 现在就达到效益 时下 大部分暖棚草莓刚刚进入开花期 而本息还人满足自制线部分农户的草莓 已经早早上市 在农业专家的指导和引导下 草莓种植户们采用了冷冻苗技术等新技术 分散草莓果实成熟上市时间 由过去的一季草莓 发展到如今的多季草莓 反季草莓 现如今 草莓上市时间 延长至十月末至来年的六月初 带动农业经济增收六千七百多万元 我们这草莓是从十月末下来的 然后刚开始下来的时候 已经达到150块钱左右 持续了几天 然后140 130 现在目前是能90 100 怎么样价格 目前我就卖了五汤果 能达到五万多块钱吧 在铁岭县 省科协和铁岭县科协 联合成立了科技110平台 通过科技110连线 省级农业专家能够快速 直接来到农民家门口 到田间地头指导生产 助农增收 电子特器是半导体制造的 关键原材料 被称为芯片血液 大雷市立足化工产业基础优势 强化产学员合作和工艺技术革新 在高品质电子特器开发和制备设备等方面 不断取得突破 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日前 投资1.5亿元的 大连大特气体公司新工厂 在松木岛化工园区建成投产 新工厂采用行业领先的制备工艺和生产装备 重点生产标准器和电子混合器 其中 多种高品质电子混合器填补国内控牌 国内比较急需的电子混合器的研发方面 现在也成功研制出大概是十几种 比如说就像清零丸 亚零丸混合器体 以及硅丸混合器体 都是现在比较急缺的 生产是属于一个订单饱和状态 一天的生产订单项数大概能达到250项左右 我们必须是以加班的形式来完成生产任务 目前 电子特气有上百种 几乎渗透到集成电路生产每个环节 近年来 大连市出台优惠政策 大力发展集成电路产业 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相继突破多个工艺瓶颈和技术难题 推出应用于更加高端新型的电子特气品种 都是一些新的品种 也都是新的制程中用的 从28纳米一直到14纳米 7纳米 甚至说5纳米 我们这个规模在国内应该也是排在前面的 电子特气纯度越高 刻画的纳米级集成电路质量越好 立足产业链和供应链协同发展 大连市积极推动产学研合作 瞄准关键设备国产化 加大高纯气体制备设备研制并取得突破 大连华邦化学公司开发出 氮 氦 氨等多种气体的超高纯化设备 最高产气纯度为十一分之一级 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最先进水平 国内市场占有率达70% 目前我们已经给国内的 像中芯 国际 华丽等重要半导体客户 提供了相应的高端设备 同时也出口新加坡 马来西亚 我们今年计划比21年 产能和销售收入提升一倍 目前大连市电子特器产业上下游重点企业 纷纷启动新产品研发和扩产计划 预计两年内产能将实现倍增 近日我省发布关于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实施意见 正向新政将汇集全省1500多万参保职工 目前沈阳市已经启动实施 那么新政策都有哪些改进 又会给百姓就医带来哪些便利呢 省医疗保障局进行了详细解读 实施意见明确了建立完善 普通门诊统筹机制 规范全省门诊曼特病政策 拓展职工医保门诊保障范围 改进个人照护计入办法 规范个人照护使用范围等政策措施 其中将常见病多发病的门诊费用 纳入统筹基金报销 是这次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 政策范围内普通门诊费用 报道比例不低于50% 可适当向医疗人员清醒 请标复领线 按自然免诺计算 其目标准原则上不低于3万元 最高支付线额原则上不低于3000元 保障模式转变 是这次改革的核心 门诊医疗费用由依靠个人积累保障 转为共计保障的模式 调整优化统筹基金支出结构 减少划入个人账户比重 增加统筹基金比重 通过一减一增利益置换 更好的体现社会保险的 共计互助属性 值得注意的是 个人账户计入办法有调整 但不是取消个人账户 也不会对个人账户中的 既往结余造成影响 个人账户实行家庭共计 也是这次改革中的一项 体制机制创新 通俗地讲 就是原来只能自己用 现在可以给家人用 允许家庭成员 故意使用个人账户 用于支付正常半个月的医药费 并且零售药店购买医疗器械 药物豪台的费用 以及家庭成员 参加成员区域医保 整个个人账户 为促进国内水陆旅游客运 高质量发展 满足游客休闲旅游 多样化需求 近日 交通运输部首次公布 打造国内水陆旅游客运 精品航线试点单位及内容 在公布的50条试点航线中 大连市大连港至小平岛 海上旅游观光航线 被列为特色文化游试点航线 这也是东北地区 唯一入选的旅游航线 大连港至小平岛 海上旅游观光航线 起点位于大连港一号码头 包括至小平岛的长途航线 和至东港至傍锤岛的 两条短途航线 航线上共配备 9艘双体积翻船 为游客提供 最佳海上观光体验 这艘海之梦007号积翻船 正拉载着20多名外地游客 执行到东港的短途航线 全新的观光角度 零距离的亲海体验 让游客们非常兴奋 这船感觉特别爽 而且能看到整个大连 这好几个角度 能看到这边西边 这边有老马头 还有那是应该东边吧 大连这个城市建设 挺漂亮的 感觉此次出行非常有收获 大连港老马头始建于1899年 很多历史遗存 都能在大连港至小平岛 航线上展现 航线突出历史文化游特点 设有专业讲解员 对途经的15库 信号台 红白灯塔等8个主题景观 进行详细介绍 我觉得这个很好 这么大的海 这么好的资源 这么好的景 这么好的人 非常棒 大连港至小平岛 旅游观光航线运营时间 是每年的3月至12月 每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 下面把时间交给王宝 来看一下省内其他媒体 都关注了哪些方面的内容 好的 一起来走进 今天的媒体扫标 首先来关注大连天见网的消息 大连是通过政策引导 市场主导的方式 对城区农贸市场进行升级改造 目前干景子区和金浦新区 今年已经完成了29个 标准化农贸市场的升级改造 改造后的农贸市场 颜值提升了 环境更好了 并且还匹配了智慧农贸商品 销售系统 更加的方便 更加的安全 万众瞩目的 2022足球世界杯开赛了 与此同时 复兴市的中小学足球冠军联赛 也开赛了 复兴新闻网报道 复兴市全市21支代表队 共计300余名学生 参加了这次联赛 在赛场上 球员们积极拼搏 美球必争 展现出了扎实的足球专项技术 和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 下面把目光投向 本西日报 日前 本西市平山区实验教育集团 邀请学生家长代表 进课堂当老师 开展以拓宽教育视野 跃想灵动教育为主题的 家校舍共育系列活动 25名从事不同职业的家长代表 根据自身的专业和特长 为同学们带来了包括口腔保健 手工椅子制作 安全用电 军营生活等精彩课程 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最后一起去安身权媒看一看 日前 海城市联合执法人员 对东部矿区违法拉运等行为 开展突击性联合业场 重点对社矿领域内 非法盗财 超量开财 超债超限 违法行驶 低开高走 冲卡闯站 偷税漏税等 七种问题倾向进行严查 进一步规范了矿区的生产秩序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赵顿 我是唐叶 再见 再见